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电玩经常被人诟病 更被现代人称为是电子海洛因 一旦尝试过便会上瘾 没有办法自拔 不过呢国外有一项研究就显示 游戏呢其实能够给正在与癌症对抗 每天必须依靠麻菲来减轻疼痛的儿童带来好处 因为当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当中的时候 就会激活他们的副胶感神经系统 那这个系统有利于社会交往 并且可以保持体内平衡 从而减少对身体其他器官的消耗 因此游戏让孩子们停止了因为化疗 而导致的粘液炎的痛苦 研究也显示参与实验的癌症儿童 每天使用麻菲量的那个剂量是减少了20% 男孩熟悉的操控着遥控器沉浸在游戏世界里 再仔细一看 他身穿着淡蓝色的病服 身边还有一些仪器实时监测着他的病情 其实男孩是一名癌症患者 由于这些患者在接受化疗的过程中 经常伴随着剧烈疼痛 医生对此提出计划 让癌症患者通过玩游戏转移注意力 以便减轻化疗的痛苦 这一项计划推出之后大受好评 癌症患者纷纷表示 大游戏可以让他们暂时 从病情的痛苦中抽离出来 而且还可以和同龄的其他患者 一起交流玩耍 除了可以让患者感到快乐 从而减少对麻菲的依赖 这些电碗也可以让整天 待在医院的患者们打开心扉 主动和其他的患者交流 经常保重骂名的电碗 也因此难得有了少见的高光时刻